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那样子的经验不会有今天的我 但是我会相信我自己会越来越强 19岁时许馨柔结婚了 婚后公公经商失败后中风 全家负债千万 夫妻俩努力赚钱 20岁时她生下大女儿 满心欢喜迎来孩子 但医生说小孩出身全身透明 血管清晰可见还有多毛症状 叫我们要办自动出院 因为这个孩子救护我 我妈妈不忘记 她就用原始的方法 她就这样一层一层 因为她长到短 她要分好几次胃 她在胃当下 胃半个小时要半个小时 姿势都不能变 她身上将近快十条的毛巾 一喷的时候那十条都要换 好吃吗 好吃 大女儿好不容易长大了 30岁时小女儿出生 但医疗单位协助鉴定结果 两女儿都患有罕病 鲁宾斯海泰壁式症候群 俗称大拇指症候群 她是移植骨头的 然后她手的骨头也开了 韧带也开了 膝关节就是达文西手术 她两只脚一起开 从来没有跟她喊过一个痛字 很会痛 对啊 都忍住啊 对啊她都会忍住 因为我有跟她讲说 要开这个刀 就是为了改善 让你可以走路 可以运动 可以打篮球 这是她最大的动力 女儿寒病还有婆家的不谅解 加上丈夫也因肠心压力倒下 重重打击全家族身上 我婆婆也一直说 她的牌膀都生成这个 语言暴力比肢体暴力 还要来得严重 每天这样子听到讲 叫你不要生 你还要生 神行俱皮下 她有天就带着两女儿 到淡水河边想结束一切 还好姐姐的群追猛打 电话接通后才把她 从崩溃的理智中拉回 我说你要干什么 她说检查结果出来是这样 我说你有权利给她生命 你没有权利结束她的生命 我气到要打她 我说 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那两个小孩就那么小 你要把她这样跳下去 全台湾罹患大拇指症候群的 约有二十几人 患者会有发育迟缓 中重度智能障碍 和轻瘦年后过胖困扰 而且身体机能也会慢慢会化 她这一次开刀的时候 开了快六个小时 她所有刀里面开最久的一次 因为我一直担心她 这已经第二次移植了 意思是说 如果再不成功顶多就是节肢 她才几岁你节肢 她就不会走路了啊 来 亲妈妈来 好 亲脸颊来 对 哎呦 动作那么快哦 如果看到阿公阿嬷生气 她会跟着我叫 阿爸 你又在乱生 然后阿公就笑了 两女儿偶尔的撒娇是许辛柔最大宽慰 尤其在她三年前罹患肺炎时 她看到我什么话都没有讲 就过来抱着我 我说妈妈你乖乖的 我也会乖乖的 多年来许辛柔没有一天一觉都天亮 由于丈夫和两女儿都要带呼吸器睡觉 她半夜都要起身检查 我不会开 不会把电灯打开 因为一打开他们全部都起来 我一定拿手机 然后拿着小电筒 我房间一定有四只手电筒 就是要照那个呼吸器的指数 面对一连串的苦难 她感激很多人的帮助 陪她一步步走过 因为我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 我姐姐就是我本来的另外一个妈妈 第二个妈妈 祝姐姐快乐 谢谢 嗨 你看得到吗 我已经看到刚刚活动的新闻了 你看得到吗 加入考评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乐注册苹果新闻网 现在趁苹果免费 赶快加入哦